蔡總統以這個習主席告台灣同胞書來借題發揮了說 台灣從來沒有接受過這個九二共識 給了小英一個起死回生的機會和一個絕大操作的一個空間 的確現在的效果是出現了 全台好像得了失憶症一樣 大家都忘記了小英總統應該要為民進黨九合一的選舉來做負責 更需要為日後的所謂任期來做一個改進施政的方向 結果這次習主席告台灣同胞書這樣的一個機會 讓他輕輕鬆鬆的推廣了敗選以及不得民心的責任 讓他現在是因為民調還因為無理的這樣強硬的回應 出現了這樣的一個反彈 不知道是總統您運氣太好 還是凸顯了一些某一些族群的人依然是盲目沒有認清事實呢 那蔡總統拒絕九二共識是不是間接的否定掉了中華民國呢 想要台獨其實這沒有問題啊 民主之下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聲音 我們也可以像您之前所被逼供時所說的一切交給民主機制來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但是請您別忘了您選的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您想要連任的還是中華民國的總統啊 那再另外試問您一下 如果沒有承認這個九二共識沒有九二共識的話 過去這些年兩岸是如何交流 兩岸是憑什麼基礎在交流的 所以九二共識它確實是存在的啊 那為什麼要去抹滅一個已經存在事實呢 蔡總統你可以這個不要那個不好 不要九二共識不要兩岸一加七 這些都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您能不能提出一個更好的方法 讓兩岸更和平的發展下去呢 給您兩年的時間顯然這個答案是不行的 那既然不行 又為什麼要呼籲全台各個政黨 跟你一樣是不要再提這個九二共識呢 要讓大家跟你一樣否認一個 明明存在的這樣的一個事實呢 然後讓老百姓的無故去承擔這些負面的後果 而且這個兩年下來 您總是口號的大於所有的一切 都是空洞的 而且越來越激烈的言論 為加上這些政策就處處充滿了矛盾 還有呢處處充滿了這個雙重標準的做法 這讓人很擔心說台灣的未來 也是一個時候認真考慮 是不是該讓您繼續連任下去了 好的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節目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回節目再見